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顶溪捷运站这边呢 附近是常常出现了有脚踏车违规停车的怪性像 当地的里长就说了 这里的巷子本来就已经很窄了 如果脚踏车还有机车又违规停红线的话 万一出了意外这消防车根本进不来吗 但是交通单位是表示说 想要取缔现在是有难度的 因为脚踏车没有车牌很难开发 官方共识牌的一张手叮叮 这里这里这里统统有贴 看在地上明明画了红线 地板也写了 好多车已经被脱掉 但车怎么还是这么多 这也是顶溪捷运站 巷子已经有够窄 单车围停还是满满一整排 比如说你下方车进来不能进来 救货车也没有办法进来 很麻烦 旅长张开双手显示巷子到底有多窄 就算博路上面已经写了大大 消防通道几个字 这些单车还是肆无忌惮挤啊挤 出了意外 消防车进不来 怎么打火 那个脚踏车 那个摩托车一样都挤在一起 警方来这边取缔 有摩托车 那脚踏车会取缔吗 没有就摩托车而已 脚踏车取缔不容易 仔细看看捷运站出口旁 左边有合法停车格 右边却是红线 但单车却明目张胆违规 就是因为取缔实在很难 自行车违规停放的话 我们可以依照高度交通管理 第七次条 除以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款 相关单位强调单车闯红灯 或是危险驾驶都是罚300到600 或许就是因为金额不高 执行上又有难度 才会造成车就这样大啦啦 停在民众家门口的怪象 交通单位加强取缔 也希望民众能够自动自发 不要为了方便影响到公共安全 主任是为刘世伟上 紫阳车卖为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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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